好 麻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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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知道呢 你就是這個展覽是上一年 上一年開始就已經在籌避了 是不是呢 對的 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紀念展 是去年已經開始在談 也是那個紀念館 本身呢平常他們的 項目兩三年前 就籌備了 我們只是去年才開始籌備 對我來說是已經是 不算 短的日子 但是對他們來說呢是很急很急的 那這次展覽 是不是有很多的展目都可以展示出來 還是有一些是在後面 可能會換出來的 其實現在那個展覽已經是很多 展品的了 已經非常多 非常值得大家來看的 因為有一些展品是 平常是不容易 接得到的 就是今次也是非常謝謝 而且 得比唐先生 願意 把一些張古榮的 詩人的珍藏 精緻借出來 讓歌迷跟香港市民 可以一起分享 我知道 另外也會弄一個紀念的演唱會 最近就是已經有在網路上看到你社交平台 而且還有新聞稿上面也有一些嘉賓的名單 能再透露一下有什麼嘉賓嗎 今天透露了 因為歌手都開始陸續的在很緊密的去彩排了 所以最近排的有古居姬 有張智玲 任詠儀 陳潔玲 陳松霖 還有學很多人 譚耀文 張偉健 心儀 你們到時看吧 我都 因為他們其實在彩排的時候 我都 他們真的很用心去演藝 我真的很感動 我這兩天一直聽他們在唱歌 我都在哭 那這次辦這個獎 還有這個人音樂會對你來說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難玩的感受 對你自己來說 我覺得今年是20周年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年 那從去年開始 其實很多那個歌迷已經在問 今年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紀念活動 因為他們在海外的 特別是海外的 他們都很希望就是 當時還在有隔離嘛 他們就是說 就是要隔離 他們都會計劃回香港 所以我就覺得今次一定要多做一些 除了這個音樂會 所以我更希望做多一些 譬如說今次這個展覽 能夠就讓他們來到這裡 可以記住這個20周年的一些回憶 這個音樂會是不是現在已經確定 內地方面也可以直播了 是的 因為你知道香港的票一早就 很快就賣光了 所以呢 我們 我其實更希望就是 除了香港的歌迷 除了能夠來到現場看演出的歌迷 能夠一起 懷念張國榮 我更希望是全球的歌迷 都有機會可以參與 所以我是最近已經盡很大的努力 一直在協調多方面的 技術問題 很多問題 然後終於是 今天呢 可以就是說 全球的歌迷都會有機會參與 第一是 他們可以經過一個 我們的那個 收費的平台 來 米發售 去 買這個通行證 這個 這個通行證呢 也是只有 是188塊 其實是 基本上解決這個 技術上 工程上的一些 還有那個 這個 現在 網上也要收 收租嘛 那個紅款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是解決了一些 這些問題 這個 收費是非常便宜的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 可以 所以 耐地的歌迷可以經過那個 淘寶直播 也是 耐地 獨家 線上的 平台 獨家 上線的直播平台 可以 大家也是可以預約 這個是免費的 那我希望 4月1號 大家可以就是 一起來 懷念張國榮 繼續寵愛張國榮 好 謝謝